LULU 集中文字幕 星期券 LULU 集中文字幕 星期创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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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W 集中文字幕 星期创初 欢迎收看老王不止三分钟 各位提醒你 提醒你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非常重要 如果你熱爱老王的节目 喜爱老王的节目 一天不看老王节目 就會吃不下飯 睡不著覺的觀眾朋友們 今天霧氣有點重 一個重要的事情你要知道 這個禮拜五 因為是我們這個譜會的尾牙 尾牙 我們柯市長還沒宣佈停辦 內容還是可以 而且我們員工也不是像幾百人 所以這個小尾牙是持續 既然內容還沒被禁止 我們禮拜五是尾牙 所以我們就有禮拜四 我們原本禮拜五是有解盤節目的 我們就移動到這禮拜四 所以你這個禮拜五晚上八點半 來老王的頻道 你是看不到解盤節目的 因為提早一天 也就是這禮拜四 我們就會先錄好 那當晚八點半就會播了 也就是說解當天的 你懂我意思嗎 原本是禮拜五 那我們就提早一天 來做解盤的服務 也就是說這個禮拜 不會因為普會的同事們 我們舉辦尾牙 你就看不到老王的節目 不會 因為我們還是非常照顧各位觀眾 小編佛不佛 佛啊 其實禮拜五我們要尾牙 我就乾脆請假就好了 放假一天 我本來以為是這樣 反正免費載 免費載也是老王的鐵粉 我一直都這樣的 我一向都尊重各位的 我說你就算不加入會員也沒關係 因為我就是感謝大家 只要你肯看我的影片 你肯按讚 你肯訂閱 你就是我的粉絲 你就是老王家族的一員 對吧 小王家族也好 老王家族也好 我都非常歡迎你 所以呢 我們特別就跟這個簡介師 跟我們妹妹 還有跟我們小編商量 我們就提前一天 所以這是很重要的事情 再次提醒你 記得禮拜四就可以看到老王解判節目 這樣你禮拜五 禮拜五就會有所反應 你知道嗎 就不用再等到禮拜五了 OK嗎 然後呢 原本禮拜四的下午四點或精華片 那一天的精華片 就會瞬移到這個禮拜日 週末再來上映 所以週末無聊的時候 也歡迎鎖定老王的YouTube頻道 這樣OK嗎 都解釋完了 要很清楚 那這個事情明天 我們禮拜三下午四點 這個王老先生的Podcast的直播 在YouTube上面有真人的直播 那當天的晚上 當天晚上 我們有音檔 你可以到 Apple Podcast去聽 你也可以到Google的播客去聽 我們明天的內容是什麼呢 小編 打死不退 賠光光 你說 打死不退 賠光光 打死不退 賠光光 這是明天的主題嘛 你想知道 明天那個故事的主角 來信的慘烈 精彩 什麼都玩 什麼都賠 真的 如果你也有玩什麼賠什麼的經驗 歡迎明天 下午四點 一起翹翻 來當個薪水小偷 一起跟老王來 怎樣 我們一起囉 來看我們的最新一集 王老先生 那如果你想了解 什麼叫我把台積電換鴻海 這個是我們上一集的內容 那上一集的內容呢 會放在這個直播 一樣喔 你到我們頻道去 都沒有三 你都可以捨行去看重播 但 更重要你要記得留言啊 你不留言怎麼抽雞排 對不對 雞排明天要見分曉了喔 目前看起來是 你裡面蠻大的 我裡面蠻大的 但還不知道嘛 趕快去留言 明天可以抽雞排 開始今天的直播 好董哥 美股真的專打第四節 是不是救了台股一次啊 昨天齁 你昨天要睡覺前齁 你說你看到NASDAQ跌多少 直接跳空跌了 跌到2%多吧 2%多齁 應該差不多了 台股的夜盤期貨 好像一度跌一百六十幾點 以上 以上 這樣跌跌跌跌 到三點多開始拉 真的是第四節 我就說啦 小編你就安心睡覺啊 各位觀眾你就安心睡覺啊 因為怎樣 因為你睡覺前看了 跟你睡醒後完全不一樣嘛 真的 差很多嘛 你看這個下眼線 齁 迷人啊 齁 迷人啊 但是你知道齁 你是我觀眾的 你要來問我這個下眼線 齁你一定 我一定說那我不認識你 齁 我沒有這種觀眾 我沒有這種粉絲啊 你現在懂嗎 你是我的粉絲 你是我的觀眾 齁 你是我的東粉 對不對 你在 冬天的粉絲叫東粉 東粉 你懂為什麼 我現在正在冬天吧 齁 你怎麼 你就像看到下眼線 也沒有什麼重要 對你來說不重要你知道嗎 我常常烏鴉嘴啊 我說啊今天下眼線又怎樣 搞不好明天就下去了 搞不好今天晚上 搞不好你現在看節目的 Right now 就下去了 我們過去好像有看過很多例子嘛 對 的確有很多下眼線之後 隔天就長個例子 那請問你啊 我請問小編 請問各位觀眾 有多少次是下眼線隔天拘疊的 好像也蠻多的喔 對不對 這不要看單一K棒 我的阻止就是不要看單一K棒 你從均線來的角度來看 你 他就是現在在越均線這邊掙扎嘛 對吧 那你掙扎 你要能夠反彈往上 你就是必須 不只越均線 你還要能夠站上什麼 五日跟十日均線嘛 你至少要形成一個三陽開泰 才能止跌 對不對 那止跌還不叫翻多喔 因為止跌可能就反彈上去嘛 那前面馬上就有一個 我們在上禮拜的直播就講到 這是一個前高壓力嘛 你必須把這個前高壓力突破 那道瓊才能繼續再走一波多頭 不然的話 守住越均線的情況 好一點就是在這邊做區間 那壞一點耶 你反彈上去 上不太上去 搞不好彈個一下子 又有可能再下去了 這樣清楚嗎 那如果這個低點 再次跌破 會怎樣 那這個時候就要看到我們上禮拜 上禮拜 我是不是給大家看過這張了 對 我說這是長期的上升趨勢線吧 昨天還沒碰到 我就拉腳了 如果 但是這條上陣區域線會不會慢慢往上墊高 所以未來在這邊震一下 如果再下來的話 這個位置是越來越高 也就是我剛才說的 這個低點如果未來幾天跌它跌破 那代表這一條上陣區域線 也跌破了 那代表 你不但是均線轉弱 你從形態上我們說均線常常被扒來扒去 所以我們有時候必須利用形態 那如果均線這邊跌破 你的形態這邊又跌破 請問 我們可不可以說道琼是四面楚歌 可以 那是不是就是空方的環境 所以還是再提醒一次 你現在的道琼要翻多 要把錢高壓力突破 要止跌 先站上三條短期均線 顯然現在還沒站上 那如果未來什麼時候會真的繼續再走下去 就是跌破這條上陣區域線的時候 然後Stark 這個我們上禮拜特別叮嚀 一路往下來撤這個前波低點對不對 我說我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會破 我也不知道這次會不會守住 所以靜觀其變 碰 昨天開盤在這 一開盤就跌破了所有的低點 錢會引來市場 老王都會這樣解盤的 你看老王的觀眾 你也會這樣看納斯達克 全球的投資人 只要會畫線 基本上會看低點的 他們會不會看到納斯達克昨天一開盤是跌破的 跌破撥斷低點 跌破前撥低點 所以會有什麼 四個字的產生 集體共識 集體共識 所以昨天有沒有 一開盤之後就一路往下灌 全部人都在幹嘛 都在拋 都在丟 因為大家都看懂技術分析 所以我說技術分析的好用就在這裡 它往往會有集體共識的力量 上完之後突然開始拉 有人開始要回補了 空單開始要回補了 拉拉拉拉拉 美股的投資人開始清醒 科技股感覺好像還不錯 美國10年期公債稍微創高之後 1.8之後稍微回落一點 好像沒那麼嚴重了 就開始拉拉拉拉拉 萬一今天晚上美國10年期公債又漲上去了 美國10年期公債的殖利率 抱歉 剛才沒講清楚 美國10年期公債殖利率又往上漲上去了 來到1.8又重回1.8了 那你這個低點不見得走得住 我們上禮拜我給大家一個很直接的結論 你要觀察美國的尤其是科技股 那斯達克費班要止跌 最重要的基本面 總體經濟面的指標是看哪一個 就是美國10年期公債殖利率 對不對 所以這個地方特別注意 你的總體經濟還是看美國10年期公債殖利率的變化 那如果你回到技術面來看 他終究是給他收紅上來 以目前來看有沒有守住這個前波低點 有 還是守住 還是守住 但是就形態來說 他其實這個低點已經被跌破了拉 你整個形態來說 即便他現在還勉強守住 但我認為他已經是一個空方形態了 就說他雖然還死守著 但是他已經跌破四條短期均線了 終究是跌破四條短期均線了 終究是跌破四條短期均線了 所以這個地方 小編 我就 我們 我看錯就要認錯 對不用再拗了 不用再拗了 不用再拗了 因為已經破低了 該執行家法 我們不用客氣 我以為你會說 這邊我喘息了一下 沒有沒有沒有 不拗了 我們做節目沒再拗了 這台沒再拗了 這好小喔 有點響 要小下一點 要小下一點 謝謝 上方寶劍 上方寶劍 出竅 沒關係啦 從這支用來到現在才兩次 董哥這會不會是黃金右腳 黃金右腳 我告訴你啦 通常左右腳人家會希望是一個等頻 或者是右腳比較高一點 而且當你問我 這會不會是黃金右腳的時候 你已經在預測 預測未來的走勢啊 那其實就不符合我們就線論線 我們技術派的一個最重要的宗旨嘛 對 那我請問你喔 你這樣看起來是右腳 會不會上去之後 碰到這些短中長期均線壓力 又再下來 那這個又變左腳 又變再一顆腳 所以到底是不是腳 你不用急著現在去判斷 因為 等一下 我上禮拜有說嗎 你順勢交易的人 你不用去管下面有什麼支撐 你應該就要等到 他能夠翻多上來 你才能判斷 喔 那斯達克現在轉多了 你聽得懂我意思嗎 嗯 那接下來會怎麼看 昨天拉了一個新的低點嘛 對 那這個新的低點 就現在短線的觀察了 好 也許今天晚上又再下來 很難講 小便很難講 董哥你怎麼會這樣講 昨天拉下一線 不是啊 我就是因為這樣講 才符合我的邏輯 對 因為我always告訴你什麼 不要看 單一K棒 那合理啊 我就沒有在看這一根 管他什麼挖哥的 我只看 現在所有均線是不是都往下 對 他是不是也在所有均線下面 對 那就是四面楚歌嘛 更何況他原本 還沒跌破這低點 昨天還給你嘗試跌破了 對吧 對 所以對我來說 納斯達克你要我再度講出 他翻多這句話 就是要把前高這裡給突破 不然不是前高 把這些所有均線 而且不只喔 這裡是否高點 這裡是否高點 可以畫一條前高壓力 這邊再突破 我認為 納斯達克就會再度往上 去挑戰那個什麼地方 歷史性高 我到時候就會再跟小編賭一次加法 OK嗎 但是現在這些發生了沒有 還沒 還沒 那還沒就代表這邊 就算反彈 只要站不上去 有沒有設計 再來第二隻腳 第三隻腳 第四隻腳的可能 有啊 你不是印度神童好嗎 我現在問你 各位觀眾來 你覺得這是一隻腳上去還是兩隻腳 不知道 對啊 那你如果猜得出來 那個都硬掰的 你聽得懂嗎 你都硬掰的 我們不用掰的 我那不是神童 還是你要考慮當個台灣神童 小編 當個台灣神童 當個台灣神童 然後等一下 哈哈哈哈 會當機吧 台灣神童啊 台灣神童啊 台灣神童 所以懂了嗎 好 那短線如果這個低點再破 那你要很小心 那就是非常非常弱的盤勢喔 那對台灣的個股 中小型股就會很傷喔 因為 如果把這裡再跌破 代表這邊也破了嘛 那全部都破了嘛 這個大的區間就沒了嘛 他現在勉強還能守在區間下緣嘛 對不對 對啊 那懂齁 問你一件事齁 昨天的納斯達克是不是開低走高 對 今天的跪買跌多少 跌了1.6% 嗯 我有沒有跟你講過台灣的中小型股 跟納斯達克高度聯動 有 那納斯達克這波是不是修正 對 那我們跪買有沒有跟著崩 有 有沒有印證我先前講的 那另外我再問你一件事 納斯達克昨天是開低走高 我們跪買都可以跌到1.6%了 你想像一下 各位觀眾你想一下 如果今天 昨天晚上 納斯達克是沒有開低走高的 是這樣下去 就一根黑K到底到這裡的 你覺得今天跪買會跌1.6%嗎 可能不只 兩倍3%以上 因為跪買連 收個小掌你跪買 那納斯達克連收個小掌你跪買都可以跌1.6% 很多股票跌停板 對吧 對 那更不用說萬一是沒收腳的 所以在跪買還沒有真的站回所有均線還沒有突破前高之前 是不是對於貴買 我跟你講錯 所以納斯達克在還沒站回所有短期均線之前 短中長期均線還沒突破前高之前 我們對於我們台灣的貴買市場那些中小型遊戲電子股 是不是稍微謹慎一些會比較好 對 這樣懂嗎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看貴買 為什麼我們要看納斯達克 我們沒有要做納斯達克嘛 但是他可不可以拿來給我們當作一個觀察 對應到台灣的貴買市場一個重要的一個聯動 可以 懂了喔 配成半導體指數 昨天 3676.77 有沒有創下一個多月來甚至兩個月的波段新低 有 這個區間 講多少次 更重要的是 來了 這邊突破前高之後 快速的跌破 我說如果跌破短期均線包括月均線 這個叫假突破 假突破 區間的假突破就會來 增破底 我如果是現在才跟你講 這個叫馬後炮 那我如果是 今天之前就講了 我如果是上禮拜我就告訴你了呢 來看 VCR 那現在怎麼看廢半 現在已經五日十日二十日 二十日 二十日勉強卡住 但是五日十日 沒有嘛 你現在除了站回所有均線 你前高要不要過 要 就我們剛才講的嘛 你前高這邊的 你站回短期均線 你前高要不要過 有 所以這邊你要看到他站回來之外 你還要看到這兩個高點突破 廢半才能再度的翻多 不然現在就是弱勢的修正 弱勢的震盪 月均線有守住就讓你反彈 月均線守不住 下來 那我上次已經跟大家講過一件事情了 又是加法的時間了 對 我上次跟你講說如果這邊跌破五日十日 就是形成一個 假突破 所以接下來就會來 增破底 你講的很 你講的很 很心虛還是很害怕 很害怕 我再跟你講一次 這叫假突破 對 接下來就要增破底 這一段 撿起來 準備當VCR 看 要不要再講一次 這個叫假突破 假突破 這裡就來增破底 欸 對 小編這樣夠清楚了 有有有 你還在那邊對不對 感覺很 很無法確定 很恐慌 滋滋烏烏 我是不是講的很清楚 沒有滋滋烏烏 我就跟你講 假突破會來 增破底 我們上禮拜才在聊 董哥你這個每次 你說要剪VCR 東西都會真的剝VCR 真的 你各位觀眾你看 我那段說現在先給我剪好 有 那時候在這裡有 而且是 站回一點點月均線 但是我告訴大家嘛 五日十日站回了沒有 還沒 所以我不用加法了 我忘了跟你 你好像沒跟我賭籃子和的加法 沒有沒有 唉唷 那你逃過一次喔 真的 因為你會怕對不對 我會怕 好那現在重點 他畢竟還是打在區間 就跟NASDAQ一樣 所以 搞不好他還有本事在彈上來 但是就在這區間正 你一定要看到他 灌破這邊 就昨天的低點如果跌破了 我是不是跟你講說 基金線 參考上就好沒有什麼太大意義 因為我說基金線下面就有前波低點嘛 對 所以接下來的 費半就跟NASDAQ一樣 他們的重點都放在 昨天盤中擊殺的低點 你聽到好不好 如果那個低點 昨天的低點再破 我真的會唱歌 我就現場要唱歌囉 唱哪一首歌 小便 你先倒唱 say goodbye say goodbye say goodbye 你注意喔 如果這一段跌破低點的過程 是發生在農曆過年 你注意喔 你回來 你回來 不是3%5%6%的事情喔 是很有可能跌停板的事情喔 你要注意喔 要是這一段突破 比如說突破這邊站回去 然後再突破這邊 發生在過年 你回來 就是積極準備買股票做多 你聽到嗎 你聽到嗎 當然還有兩個禮拜 剩最後11個交易日 我們先告訴你 怎麼去觀察他 懂嗎 懂嗎 你決定要不要報股過年 你只要先觀察這個 如果他到時候每股都在這個下面 你要報股過年嗎 你風險很大 你空旺趨勢了嘛 你頭這麼大顆 頭這麼大顆 對吧 對 那如果是在上面 底這麼大 那如果是在上面 底這麼大 那你報股過年的勝率就比較高 這樣懂嗎 好 S&P500指數 人家啊 觀眾 為什麼 昨天可以拉這個長下影線 當然科技 跟科技股的反彈有關係嘛 對 如果我們從技術面來看 誒 就這麼剛剛好 道琼還差一點喔 好 但昨天的納斯達克有穿透嘛 然後 費半也剛好打到嘛 對 然後這個你看 所以你說型態好不好用 好用 形態絕對是好 形態 因為如果你不看形態喔 昨天他就跌破了基因線了嘛 對 一直殺殺殺嘛 你可能去放空嘛 我跟你說如果你一跌破你去放空 假設他是一檔股票 我們說假設他是一檔股票 一檔股票是這種形態的話 你記好各位觀眾 一檔形態這樣的股票 一檔形態這樣的股票 跌破呢 了不起我就趕快去放空他 我這樣被拉下影線上來的時候 其實呢 你如果趕快空單回補 這檔股票你就算了 搞不好不會賠太多 搞不好沒有什麼賠啦 成本附近 但是 要是你早不空晚不空 你等到這邊 才要來放空這檔股票 就會產生一個悲劇 從均線上來看他是跌破基因線 翻空沒錯啊 但是如果你從形態上 小編 他剛剛好打到什麼地方 上升趨勢前 他有破嗎 沒有 很神 這就是 這就是型態搭配均線嘛 可以讓你避免被 新線給騙了嘛 有學起來嗎 再把它學起來 好 我們說過SMP500指數看月均線 跌破叫做轉弱 對吧 那長線看 短線看月均線 長線看基因線 所以你要再重新能夠讓它止跌 你是不是要先回到 月均線上面 對 可是這還不叫翻多啊 因為翻多上面有一個前高壓力 你有看到嗎 有 所以我們簡單給SMP500指數一個結論 未來大的方向 大的方向 先看它有沒有辦法沾上月均線 如果有 就是在這個前高跟這個上升趨勢線做一個區間的震盪 這樣有沒有了解 講得很清楚 那如果 月均線遲遲沒辦法上去 那就是在月均線跟下面這個上升趨勢線 做一個區間震盪 那你要怎麼去觀察它 就看它往哪邊去突破 就像我剛才講的 如果 SMP500指數像拿斯達克或像貝伴 甚至像道雄這樣往下去跌破 它下面的前波低點或相對的上升趨勢線 而且來到這邊的時候 請問是空方還是多方 空方 絕對是空方 因為上面的頭這麼大 反正它如果可以突破這邊前高壓力 請問到時候的美股是多頭還是空頭 多頭 那如果到時候剛好你準備要過年了 你自然就可以怎樣 續爆過年嗎 你這樣會不會判斷了 好 下一題 好董哥你的空方戰袍威力增強大 貴買要跌了1.6%破底 但是大盤好像沒那麼弱耶 我覺得穿什麼 黑的嗎 沒有那麼綠 沒有那麼綠 很黑 代表是綠到黑 黑黑 綠到黑 口罩是綠色 所以我就說 我是很有穿衣哲學的人 我只能是反應在盤面上 你懂我意思嗎 懂 剛才小編講了 今天好像大盤還蠻強的 最後漲40幾點 還可以拉尾盤 最後一盤 對 可是貴買很慘 剛才講貴買又破底創新低 我只問觀眾一個事情 基本上 多數你手上的股票 多數 短線操作的 因為有些人固定會存股一些金融股 會是台積電嗎 即便真的有 這種人多嗎 不多 一定不多 合理吧 我剛才說 搞不好你有一部分資金 在存金融股的 存台積電 那有可能 可能那叫存股 那我現在跟你講說 如果你是做短線的 你有金融股跟台積電嗎 這可能是個大問號 台積電也尤其有 因為大家在等什麼 等什麼 法說會 等禮拜四的法說 所以也許有很多短線人 進來做台積電 這可以理解 但金融股咧 那不見得嘛 那可是你看今天的盤是 這是上市的八大類股啊 我盤中大概快十一點半左右截圖的 只有一個紅色耶 那叫什麼 金融保險 金融保險 而且不但是紅色 前面這邊有的還跌0.4% 跌0.2%大跌了一堆 我們的電機在這邊還是跌的 他是大漲耶 所以今天指數當然強啊 大家以前習慣都是指數就是會拉台積電嘛 可是我問你啊 昨天拉斯達克跟廢伴盤 盤中跌成那樣跌的一副狗吃屎 你今天要叫台積電去拉 有一點說不過去啦 比較沒有那個利多你知道 這所謂廢伴 拉斯達克盤中跌成那樣 沒道理今天再叫台積電拉 不太可能擺脫美股的慣性 然後台積電賭搶吧 比較難吧因為電子股很爛嘛 我說科技股很爛 就是受到這個 十年期公債殖利率的飆升 他估值一定是最容易受到影響的嘛 所以今天改用誰來護指數 金融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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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金融股 戶指數這件事情 你覺得對多數的散戶來說是好事還是壞事 壞事 當然對存股族來說很happy啊 哇今天金融指數創新高 讚 所以我常常講 我以前都常常講 你要存股存金融股 都不要再問我 那就是有跌的時候 然後去買什麼 金管會不是什麼大到不能倒名單 你記不記得我之前解盤節目講過這個 我說你不用問我怎麼存 反正金管會有什麼大到不能倒名單 你看喜歡看哪一家 你就可以去存股了 我講過存股就存了 然後就爆了嘛 對嘛 恭喜你們啊 真的很棒 因為台股也萬八嘛 但畢竟不是每個人都在存股嘛 也有很多人存股也不是存金融股嘛 Maybe很多人存聯電 很多人存中鋼 都有嘛 存中華電 哎呦存到金融股的人恭喜你們 很棒 老王講過我不會 我完全不會看不起任何一檔股票 我也不會去酸任何一種方式 我都可以 而且我都稱讚 但是我們今天要講的是 金融股大漲的過程當中 你剛才看到了 資金都跑去金融股了 這些全部都沒漲 那你說大盤今天就算上漲 難道是全部的股票都會漲嗎 這上市喔 這上市喔 上漲的308家 下跌的720家家 這樣你也要算嗎 是不是超過一倍 對 下跌的超過上漲的一倍 但指數是漲多少 48 大盤上漲喔 上市集中市場 集中市場的下跌加速多了上漲的快 超過 不是快 超過一倍 對 今天大家心情怎樣 我今天不用穿黑色的嗎 我不用表達一下各位觀眾的心情嗎 要 一定要的嘛 我不是看大盤上漲就穿紅的耶 這 這 這叫做 賺了指數 賠了價差 股票都在賠啊 對 這還只是集中市場 集中市場這 大盤指數怎麼看 記不記得我們上禮拜跟你講什麼 我說短期均線 五日十日跌破之後 下面還有一條月均線 對吧 對 他就是一個重要的支撐 他如果跌破 那整個就變空方環境了 就跟貴買一樣 那你現在回頭來看 大盤在昨天有沒有守住月均線 有 貴買是早就跌破月均線 對 所以兩個相較起來 就跟上禮拜我們講的 誰比較強 大盤 大盤是有人在撐的嘛 所以他因為他要守住月均線 所以他今天反彈也合理啊 因為月均線有守住嘛 但是上禮拜我怎麼跟你講呢 我說可是他已經跌破五日跟十日啊 他現在即便月均線有守住 他也必須要能夠怎樣 站回五日跟十日啊 才能形成三陽開泰多方形態 對吧 所以你接下來這幾天就觀察嘛 看看會不會繼續拉金融股嘛 看看禮拜四的法縮台積電 能不能再往上大漲嗎 因為台積電跟金融股都跟指數有相關嘛 如果你要看指數這個部分 就看金融股跟台積電了 大行圈之股 如果可以站上五日十日 有沒有機會在台灣的錢高壓力 有 可是你必須要怎樣 台股才能再走出一波行情 把錢高壓力突破嘛 如果沒有 你可能好一點好一點 如果可以站上五日十日好一點 就在這區域線震盪 在錢高跟月均線這邊震盪 如果差一點 如果金融股今天只強一天 明天不強 五日十日站不上去 那你要注意喔 那你就要注意囉 就往下跌破月均線的機會就不要打了 所以短期你要觀察大盤能夠稍微 如果真的止跌 那就是觀察五日跟十日 這樣OK嗎 OK 好 這大盤的部分啊 這樣懂了啦 貴買 六十七加下跌 上漲只有兩百八十七加 這個也是超 下跌是超過一倍 而且是一倍多多多多多嘛 不小心就兩倍了嘛 對不對 多很多嘛 一倍多很多嘛 下跌加速喔 這叫貴買市場 貴買市場是不是各位你手上最多的股票 對 你叫的出來的中小型股 一堆都在貴買 漢壘是不是在貴買 對 一堆遊戲股是不是在貴買 你叫的出來 都是在貴買 所以今天貴買跌成這樣 我穿黑的 反映一下盤市對吧 對 這叫貴買喔 跌了1.6% 破底創新低 什麼意思 我就請問你一件事情 比如說 所以我剛才為什麼講美股 講那個納斯達克 我跟你講什麼 我說搞不好納斯達克今天晚上跌下來啊 我也不確定不會啊 我就講了嘛 因為我不看 敢贏可以吧 來啦我就問啦 小編我就問啦 觀眾我就問啦 你昨天多少人齁 跟你講說 紅K紫碟 下海線出來了 這一波修正到這裡差不多了 你自己看多少的電視媒體新聞報紙跟你講差不多了 紫碟修正差不多了 收紅K了 或者是你自己在看K棒的時候 你興奮你高潮了 對不對 對不對 這樣 你昨天就算我們用指數來 因為個股很多 上千 我們用指數來看的話 假設你昨天接的個股在這個地方 今天有沒有破底 有 你昨天接到最低點喔 去抄底抄在最低點 你No.1 你摸在最低抄槓 你盤中超勇敢 你今天還是賠啊 你超勇敢 你摸在最低點 你今天還是賠啊 對不對 所以正確你應該怎麼做 順勢操作不要預設 低點嘛 要不要去摸底 不要 我上禮拜是不是跟你談到 順勢跟利勢操作的差異 順勢就是 現在這個 請問這個 欸 我女兒幾歲 兩歲 你叫我女兒來看 你問她 我問她說 那個包子妹 這是往上還是往下 你知道包子妹 也一定會跟你講這是往下 你知道嗎 那你聽到嗎 爸爸問你喔 這是往上還是往下 連包子妹都會知道 你聽到這是往下 你聽得懂嗎 這就是趨勢 對 那順勢就是 我們想要做多嘛 那你是不是等到這個趨勢 修正高一點 開始要反轉了 反轉了 開始要往上了 那個叫順勢 你再做多嗎 當然現在你叫小赫 你厲害了 現在當然可以放空嘛 只是我沒有看到那麼 我沒有看那麼慘嘛 你懂我意思嗎 我是代會員 現金一大堆 七成以上現金 我們等著要買股票的 只是我是不是告訴你 我們要等修正到一個段落 翻多再來買嘛 對 你聽懂嗎 好 好 那現在喔 那我短線跟你講 那我剛才說 董哥你剛才說要順勢操作 那順勢的關鍵位置在哪 其實我上禮拜跟你講啦 就是要把五日月均線 還有一條十日均線 統統怎樣 站上去嘛 那就變成山陽 台台台 這一波大跌 是不是這一天跌破五日均線 對 那這一天跌破五日均線的時候 我們上禮拜好像有看過VCR對不對 這裡啊 五日均線 你看從它跌破五日均線之後 就一路的往下 哪一天有突破五日均線 沒有 你最起碼最簡單 連把五日均線跌突破都沒有 你怎麼會有止跌 最簡單 我們不用要求翻多 你就止跌 你起碼是不是要把五日均線給突破 懂嗎 這一天告訴我全國會員 你告訴我的會員怎樣 降低持股 我們本來是八成以上的 到創新高這邊 我們是八成以上的喔 降低持股到五成 這一天跌破一均線 降低到多少 三成 三成以下 到今天 從三成以下這邊喔 蹦 彈 蹦 蹦 蹦 我有沒有帶著我的會員順利避開 有 那你就算是觀眾的 你是觀眾的 你上禮拜五看了我們的直播 在這個地方 你知道董哥說要站上五日十日二十日才能翻多 你昨天會急著去搶嗎 會 沒有翻多啊 那今天這一根跟你有什麼關係 你看節目一樣可以避開風險 你上禮拜二要是有認真看的上禮拜二 我有沒有告訴你貴買跌破五日均線已經轉落 有 從這裡到這裡 這樣啦 別人在產培 你少培的這一大段 你覺得你跟人家差多少 差很多 所以節目要不要認真看 要 要 現在大家要討論的是基均線 因為貴買間跌到這個地方 小力一點 剛好是基均線 所以現在有很多人要跟你講了 基均線是長線支撐 只跌了 準備去撈底了 準備去摸底了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 不要急 不要急 好你不要去預設基均線或支撐 但是基均線對貴買市場的確很重要 你可以多觀察一下 因為萬一貴買跌破基均線 這一條叫基均線 萬一跌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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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發現每一波短線的修正都非常的怎樣 舉列 不見得說崩很大 但跌幅都 跌的速度都蠻刺激的 所以你要多觀察一下 多觀察一下不會要你的命 對吧 股票也不會多賠錢 對吧 但是你要是急著就去低接 我怕的是萬一沒收好 你該怎麼辦 但如果收好就會像這樣 有沒有 重新站上 這邊就沒收好就下去了 重新站上 你懂嗎 所以我們就觀察一下 看到能不能收好 或者是萬一真的跌破了 反正你也沒股票 你也聽老王的 你手都綁起來了 你就等他再一次站上基均線的時候 再來買可不可以 再來買股票可不可以 這樣會不會安全很多 會 他是不是每次站上基均線的時候就往上 對不對 對 所以這個地方對貴買來說非常重要 來各位看 他是不是打到基均線了 重不重要 重要 重要 你要多觀察幾天 對我來說 他基均線要不要守住 在短線上不會是我要拆的重點 我們不用去拆行情 你如果貴買真的叫小賀 就是把上面這五日十日二次全部站回來 我就會帶著會員進場去買股票 上禮拜好像有這樣講的 有 上禮拜好像有這樣講的 結果沒有 來啦 yesterday 昨天 開盤沒多久 9點26分 你知道發生什麼事嗎 各位觀眾 我先跟你講 我剛才跟會員交代這件事情 我在五報都有講 這些 這些我就會員講 我跟會員講說 沒有站上三陽開泰啊 你不要急著買啊 大家降低持五到三成以下 然後不要 然後先綁好你的小手收啊 不要急著買股票 不要急著超低 這個 我都在會員五報講 但我要跟你分享一個盤中的 因為我們會員五報大概是12點多到1點嘛 對 我跟你分享一個盤中 我們高階會員的 我們的五報會員是多少 399 那我們的高階會員是3999 只有高階會員會有簡訊 那高階會員的部分喔 這個就是昨天的9點26 大盤跟櫃買發生什麼事 你看我的簡訊你就知道 大盤跟櫃買開低之後開始收繳 別興奮 當然我這些話我12點的時候 12點多的時候 又再一次跟我全國的會員在五報又講一次 只是高階會員會更提早了解我對今天的看法 我在講什麼 這昨天喔 對 本週納斯達克有可能 本週納斯達克有繼續挑戰破底的可能喔 這昨天 對 昨天晚上的納斯達克 剛才那是昨天早上 有沒有破底 有 這樣 所以我寫什麼 對於台股情況還是內憂壞患不變 內憂就是 疫情嘛 外患就是什麼 美國升息的腳步加快嘛 還有縮表嘛 美股在跌嘛 所以 波段不建議看到下影線就急著買股票 這股為什麼重要 波段不建議看到下影線就急著買股票 我在昨天的早上9點26分通知我的高階會員 不建議看到下影線就急著買股票 看到大盤跟貴買拿下影線不要急著買股票 別 別 興 分 所以今天在跌 我們匯友哪會受傷 你哪會受傷 不會 早就 早上禮拜連續兩次叫我們降低持股了 該停損該停地早就賣光光了 剩下他們現在三成以下有的都是那種 強勢股啦 對 選安局域比如說帆軒啊 萬潤啊 東森這種 還有守住十字軍線這種強勢股 其他 該停損 該停地的 是不是早就賣光光了 很多人是空手了啦 對啊 因為他手上股票剛好就停損停地了 對啊 那會不會受傷 你是老王的會員 這個內容除了是給高階會員 我們當天的中午也有給我們的 五報會員 也是這樣寫的 對吧 我提醒我的會員 當天 昨天喔 不要太興奮 因為納斯達克有可能破底 結果今天 納斯達克的確是破底了 但他瘦了腳 但我們跪滿了 走自己的路 還是乖乖來破底 對 所以未來你注意囉 接下來幾天的重點 基金線是不是很重要 很重要 一定要守住喔 守不住 你自己現在還滿守持股的 沒有停損的 當然現在上到基金線 你總是要看到一根下去 你再停損了 你上面都爆下來了 你不會死心的 所以這個地方有點 不知道怎麼做了 因為你已經套很深了 我也不好意思給你什麼建議 因為你已經套很深了 回想你是不是 就是禮拜二如果你看到老王的節目 你是不是會早點動作 一個禮拜過後 是不是輕鬆很多 對 所以每一節節目要鎖定收看 好 下一題 好董哥 上週拉台積電 今天改拉金龍谷 又要唱一支獨秀了嗎 愛 愛 愛 看我一支獨秀 愛 愛 愛 戰鬥 唱上演 一支獨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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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愛 愛 愛 一支獨秀 好不好 好 上禮拜 其實就一個禮拜前 對啊 剛才我們講過買 這一天跌破五路均線就是 台積電 一支獨秀 什麼 什麼 看我一支獨秀 對不對 我們就開始瘋了 今天 就隔一個禮拜 整整一個禮拜 主角換人了 換誰 換誰一支獨秀 什麼 看我一支獨秀 會不會有點累 真的 就換金龍谷一支獨秀 你怎麼可能 什麼 我們還太累 所以 每當有人一支獨秀 什麼 觀眾們以為在repeat 那個盤四種是比較差的 對吧 所以我們不希望他有人出來撐盤 不要盤 這個盤如果要疊就讓他疊 你不要出來互盤 你懂嗎 不要撐盤 因為你撐得住指數 問題是一堆股民的 荷包在撕血啊 一堆中小新股跌了七分八數 你知道嗎 結果又被指數的假象騙進去嘛 對不對 金龍谷為什麼是啥 很多人告訴你啊 因為美國要升息 我先講一個事情 包括我們上禮拜五直播講的 為什麼近期短期內的美股會大跌 尤其科技股的部分 因為美國的這個FOMC 這個所謂聯準會的會議紀錄 顯示今年的升息 有可能提早到三月 而且縮表也有可能提早 甚至在升息之後 沒多久就開始實行縮表 對吧 那這樣的訊息導致 美國的科技股大跌 反之你這樣推敲 那不就是代表美國升息快來了嗎 那升息對金融股 有沒有以理論上 原則上過去產業的結構來說 是利多 沒錯 因為金融股是在做很多這個什麼 收放款的業務嘛 那如果美國要升息 你乘坐一些外幣收放款的 這些業務的銀行 金控 你的利差會不會擴大 以前的因為過去長期的降息 你的利差都被壓縮到很可憐了 你知道嗎 銀行做貸款都沒有什麼錢可以賺了 好不容易現在開始升息了 他的利差有機會擴大一點 有沒有辦法增加他的獲利 有機會的 我們直接講理論面是這樣 但事實上現在很多的產業 很多的金控 很多的銀行 不是在做 不只是這個收放款 業務反而是很少 有很多他專注在比如說 證券的承銷啊 這手續費啊 還有很多有的 沒的利利扣扣的消費 金融的啊 一堆 所以每一家銀行的漲跌的趨勢不太一樣 因為要看他的業務著動比例 比如說美國升息 你存放這種美元啊 美金啊外幣這種 收放款的銀行啊 金控啊 當然收費比較大嘛 對不對 那如果是 很喜歡乘坐本土這種 台灣啊 本地 我們這種銀行的這個 所謂放款啊 收放款的業務啊 其實對於美國的升息來說 我們也是利多 因為台灣的這個 我們央行的很多的貨幣政策 過去長期來看 多數時間都是跟著誰在走 跟著中國嗎 跟著韓國嗎 跟著日本嗎 不是吧 跟著誰 跟著美國聯準會 所以如果美國開始 升息循環了 台灣的央行當然也有機會 走上升息循環 那這市場的預期 那過去歷史經驗是如何 也是也是如此 那如果台灣的央行可以開始升息 那請問對於台灣這些銀行來說 他們的收放款的業務 有沒有機會 就像我們剛才講的利差擴大 有沒有機會 有 有嘛 利息差就可以賺得比較多一點嘛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金融股間大漲的原因 主要就是提財命 有人點我 有人告訴你 因為升息造成美國科技股的大跌 那沒關係 對台灣的金融股是利多 以這個理論來看 請問是對還是錯 絕對是對的 因為我剛才跟你講的嘛 我剛才把解釋的理由就是這樣嘛 就是市場上慣用來解釋的理由 我們不去細就說 那到底要去 這家銀行到底是存放款比較多 還是這樣 我們不去細就 什麼業務比較多 我們不去細就這個原因 你只要講個大個全體 對金融股來說 升息當然是好事 那有沒有實際 我們在產業面確定的嘛 基本面確定的 的確是利多 那反應在技術面上 它有沒有真的去反應它 我們就要怎樣 小編我要考你了喔 以同為盡可以 執心替 以同為盡可以 以同為盡可以正義觀 正義觀 以死為盡可以 執心替 以人為盡可以 明德師 有沒有人要應徵小編的 中文程度好一點 好嗎 過去的經驗 當然現在的未來參考嘛 對 2015年的12月 美國開始升息嘛 我們花一條線 就在這個地方喔 升息之後 到2017 甚至到2018 這是金融保險指數喔 就是剛才你看到 剛才我們前面看到 那個上市的金融保險指數 類股指數 金融股有沒有大漲 有 有沒有大漲 有 所以 我們剛才跟你解釋完 那基本面 產業面的受惠 那你就對照到股價 的確有沒有這樣大漲 有 所以我們可不可以說 美國的升息 的確對整體的金融股來說 不管說美檔 但對整體來說 是不是的確是個利多存在 是 所以今天的大漲就有理 因為過去人家歷史基因是這樣 所以人家會興奮 會想要說 那的確金融股去買啊 要讓它漲啊 短線在這個地方 點火 但是你要注意的是 2015年12月升息的位置 在這個地方 在升息之前 大概 一個月 或者是升息之後 剛宣布升息之後的一個月 請問這個金融股是大漲的嗎 不是 他是在升息之後 反而大跌之後 升息宣布完大跌 大概一個月的時間跌下來之後 見到低點 然後就一路往上 那我想請問你 現在美國升息了沒有 還沒 預計什麼時候升息 三月 那現在我們台灣金融股就大漲了 今天就大漲了 你能保證 就從這樣漲上去嗎 你能肯定嗎 不行 不能嘛 因為過去的經驗是 這邊人家也曾經大漲 曾經幾個月也有大漲 話有沒有抵下來 有 所以我的結論很清楚 我不認為在今天大漲 看到金融股大漲的時候 你應該要去追金融股 但短線你想做短線操作的 那個 那個你快速快速我沒差 我是指 如果你是站在一個 未來要升息 我要去投資金融股的立場 一個長多的走勢 我不覺得今天是應該 你要去追進的位置 你反而應該是等到快接近三月 或三月過後 前後一兩個月 金融股有回檔的時候 有大跌或有修正的時候 那個位置來當做你的買點 會不會比較好 我認為會 我結論這樣講很清楚 我先肯定 金融股對於美國升息是利多這件事情 長線的確有沒有漲 有 但是短線的買賣點 你自己要琢磨 你不是還沒升息 你就看到人家大漲就急著去追 你懂嗎 萬一跌下來怎麼辦 然後跌下完跌完 然後升息之後再開始往上漲 那你不是買太早 做股票不要太衝動 看到什麼漲就想追什麼 你聽得懂嗎 你 你這樣永遠被巴來巴去的 你有說 你如果說你前幾天去買金融股 你認為 大盤在漲的時候 那時候台積電在動 所以我去買金融股 跟大盤高度聯動 看到我升息 然後今天漲上來 我覺得OK 因為你厲害啊 你買到買這好股票 小畢你聽得懂我意思嗎 這樣人家他厲害嘛 但是如果你是接大漲 才要來買金融股 就不要衝動一點 也許短線明天還有個高點讓你走啊 讓你出啊 但我的意思是你拉長線 如果你要做長期的 其實你應該 這個升息的前後會有個波動震盪 那地方你要特別注意就好了 不用追 那以個股的表現來看 富翁今天長紅快5%嗎 那在護盤嘛 對不對 拉抬靠金融股嗎 如果其實金融股齁 你有長期看老王節目的齁 我現在小編可能也知道 長期看我們解盤節目 過去一年多以來 我一直告訴大家金融股齁 你的短線操作 就看一條均線就好 哪一條 月均線 月均線啊 有沒有印象 我教過大家很多次 我說短線你要看金融股 就看月均線 你不用看五日十日 我說沒有人在玩金融股 在看五日十日的啦 那個股心那麼牛 動不動好不容易才一根長紅 你看長紅之後都回檔 長紅之後 動不動才一根長紅 你去看五日十日沒意義啊 他不是中小行固 這種的你就看月均線就好了 你看看 這個過程 這個一路一路往上墊高的這個過程 是不是來到月均線 來到月均線來到月均線 來到月均線 手足就繼續往上 一個波段的走勢45度角嘛 這邊這盤子的過程是不是連在月均線上面 有沒有 有 所以短線 你要操作金融股 其實不只是負方金 我們以負方金來看所有的金融類股 金融個股 你短線就看月均線 而你波段的位置你看哪個位置 金融線 突破金融線就長線翻多了 你這時候你要買啊 你要放著都可以 跌破就避開 這邊是不是修正 重新站上是不是再往上 最近其實過去兩個禮拜是不是開始站上了 就這樣 金融股長線就看金融線 短線就看月均線 我們開發金今天也是大漲開發金來看啊 長線這邊站上金融線就翻多了 是不是慢慢就一路往上漲 對 那這個回檔震盪過程 是不是來到月均線之後就繼續往上 前幾天的盤整在月均線 是不是也在路往上 有跌破嗎 沒有 星光金 長線看月均線 站上之後是不是開始往上 那回檔來到哪個位置 月均線 回檔月均線 這邊開始磨磨磨磨 上上下下 重新又站回月均線 今天沒有大漲 今天漲1%多而已 那你也不用太氣 你不要想說人家開發金 負方金都大漲 星光金為什麼漲不動 只要他可以繼續 守住月均線 他有沒有繼續往上去漲的機會 有 你就記好這樣子就好了 金融股就是看月均線 你看國泰金 這回檔過程是不是守住月均線 然後呢 往上 那這個長線的過程 你看是不是來到基因線 長期的支撐 跌破月均線之後短線轉弱 當然就去找基均線長線 開發金 剛才提到開發金 短線看月均線 如果你用長線來看 他老兄 上一次跌破基因線 不知道是民國幾年的事 你知道嗎 一日 2020年的12月 去年的2月左右這邊微幅跌破 然後就開始往上 回測基均線我守住 有 回測基均線 小跌破一下隔兩天又站上來 你已經好久沒有看到他大幅跌破基均線 翻空的走勢了 有沒有 他頂多都是給你稍微跌破 可是隔天就站回來了 所以他長期的趨勢一直是怎樣 往上 這樣你們會看的嗎 長線就這樣 金融 不是只有開發金 金融股都這樣 來中信金 月均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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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均線每一次回檔都守住 結果就是繼續往上走 今天拉出長紅 你要去追 那你是不是要思考你的停損就在哪個地方 月均線 這樣你們會看嗎 台行金 這個也是跟開發金 哇這個也是很久很久基益線都沒跌破了有沒有 有啦這個短線 我所謂的沒跌破是指沒有大崩盤這樣跌 都跌一兩天就站上去了 你看他是不是沿著基益線這樣防守 對 那短線現在有沒有站上月均線了 有 那你就繼續觀 如果你是台行金的觀眾 你就看月均線 有夢金啊 這一路啊 有沒有貼著月均線走 元大金 這很多人在存補的喔 你看這一路 這邊就跌破基均線很明顯嘛 震盪很久 重新站回基均線之後 每一次的回跌雖然比較大 但是來到基均線都得到的支撐永上 有沒有 有 那這一次跌破基均線比較久 他震盪比較久了 後來現在最近的兩個禮拜 是會慢慢站回基均線了 所以我現在問你 元大金以長線趨勢來看 他現在在基均線上面 還有基均線下面 上面 所以他是不是多方趨勢 那你要看短線 短線再看玉山金啊 這是元大金 然後再看玉山金啊 玉山金是很多人存股嘛 他有沒有一直黏著月均線 有 有 然後是不是往上了 這走一個小噴出段 你覺得月均線重不重要 照風釘 回跌 月均線 守住往上 回跌月均線 守住右 我講了這麼多 小編你有沒有覺得真的 我幾乎把所有金控股都撈過了呢 我按照成交量排行的呢 你有沒有發現真的是月均線就是短線的一個重要的支撐 是 然後長線就看到基均線 對 翻多翻空就看基均線 沿著基均線 沿著基均線走 跌破你不要理他 重新站回來 你看這重新站回來之後 整理了多久 但是一直貼著基均線 有沒有走出去 有 那這個過程 你看這個上漲的過程 養工的過程 45度的過程 是不是都貼著月均線去走 金融股難嗎 不難啊 你只需要耐心 因為你可以發現他每一次貼著 均線的過程 貼著均線的過程 都是比較花時間的 你要能夠抱得住 因為本來金融股就沒有在每天噴的你知道嗎 你每天噴 你可能會比較累 累 對啊 你看盤會很累啊 因為別人股票都會漲啊 你的沒漲你不會累嗎 對 小編你不是這樣覺得嗎 不然你在笑什麼 合理吧 合理 沒有人可以每天噴的嘛 對不對 一兩天 一個禮拜噴個一兩次合理啊 合理 股票來說嘛 你看我戴口罩 你看不到我的笑容 華蘭晶 那也是一樣啊 這邊是不是跌破基因線 那是不是整理修正了很久 那可是你看他每一波站上基因線 每一波站上基因線的時候 每一波站回基因線 是不是維持一段的多頭 對 所以簡單的講 如果我今天不要做短線 我做一個長線的 在基因線之上 或剛剛要 但是你不要大漲了還去追 如果他今天剛剛站上基因線 或回檔守住基因線 我以長線的角度來思考 我可不可以去買金融股 可以 但是如果他跌破基因線 我要幹嘛 你要先出場 因為每一次金融股跌破基因線 就會進行一個修正 那在基因線之上就會往上走 這最簡單的長線 那短線你想多做一點架差進出 就是要看 月均線 那這樣的邏輯 你看第一金也是一樣 第一金夠明顯了吧 月均線跌破 但是重新站回來 是不是短線翻多 對 有沒有進去到網上 有 這金融保險指數 剛才看到金融保險指數 我要告訴大家的是 我們剛才看了那麼多檔銀行股跟進控股了 看完進控股了 你真的可以了解那個結論就是短線看月均線 然後長線看基均線 他不會只有單一個股 他連整個類股指數都是這樣 所以你只要手上的金融股 有些 有的我可能剛才沒分析到 你自己以後學起來就會看 這個叫什麼 月均線 基均線 那回檔有沒有守住月均線 有 然後再往上 回檔有沒有再測月均線 有 然後再往上 你把長線拉一點的 短線的月均線沒問題 你把長一點拉一點的 叫基均線 他在這邊去年的年初 曾經短暫跌破 後來你可以發現他每一波跌下來 每一波跌下來 每一波跌下來 大致上都是沿著基均線去走 這有沒有符合我講的金融股 就是沿著基均線的慣性 長期的資深去走 有 也就是說 假設你手上很多 金融股長線投資的部位 那你又不想 你又不想一直放著10年 20年30年 你想要做一點有一點調節的話 你要關心你手上的金融股 就是什麼時候跌破的基因線 你可以觀察這個金融類股指數 金融保險類股指數 如果哪一天跌破的基因線 你再把你手上的這些金融股 做一個獲利入袋動作就好了 那如果他都可以持續守住這個基因線 也許短暫跌破 短暫跌破這一兩天沒關係 如果再站回來 只要他沒有明顯的長黑灌破 那基本上你的金融股的部位都抱著了沒關係 當然我要先講 如果你是純股的 如果你是純股族的 你根本不需要做價差 跌破就跌破啊 小編 你是純股族的 萬一是純股族的 跌破金融 跌破的時候怎麼辦 買更多 買更多 對小編 沒有真的 沒有 純股族就是 純股就要領股息了 但是跌越多買越多啊 那我現在是跟你講說 如果你有投資金融股 你又不是想純股的 那你的觀察重點 就看基因線 這樣懂嗎 金融股還有一個小小 特別我要叮嚀大家的一件事情 你做純股的沒有這種思考 除非你硬要做價差 那如果你買金融股 只是想做價差的人 你要做一件事情 我剛才講 短線看月均線 我們以類股指數來講 代表其他的個股也是比照辦理 金融股的 這裡有沒有一波大漲 有 這裡有沒有一波大漲 有 這裡一波大漲 這裡一波大漲 但這個大漲 你可以發現他沒有維持很久 可能維持個 大概10天交易日就了不起了 整個波段這樣 然後大漲上去之後 會發生什麼事 回檔 而且這個股股股通常來的很快 很急 也就是告訴你一件事情 包括 就剛剛一開始前面跟你講的 我的結論 當金融股短線大漲急漲的時候 我不認為那是你的好買點 而尤其是他今天拉開跟月均線的乖離 就是他跟月均線的距離 本來都要黏在差不多附近的 他就突然股性變好 往上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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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反而要注意 那個有時候是短 那個不要說有時候 那個幾乎每一次都是短線的賣點 而不是買點 你聽得懂嗎 你從這張圖 因為你要記得 金融股永遠 我們剛才看到一堆金融股 找個比較明顯的 漲上去之後回檔 找上去之後回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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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再找一個 找上去之後回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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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發現他每一波大漲之後 總是會回去再去找他自己的 月均線 對 你們有體驗到這種感覺嗎 所以你操作金融股 你要做短線的人 就他回檔到月均線的時候 你可以去佈局 他短時間拉得上 過快的時候很快的時候 那不會是你要再追著買點 那反而是賣點 你懂嗎 就是沿著月均線操作 這個短線的理論 但是這個理論當中進出 你也要有距 尤其是金融股 這樣很清楚嗎 你看最近的金融股長這樣 再拉囉 再拉囉 在拉的過程當中 你如果還去追的 你要注意 你要注意 懂嗎 你為什麼不像這邊回檔的時候 這邊 買點就比較好 所以 這一點點金融類股 不管你要從長線或短線操作的技巧 過去長期看來歷年的這樣經驗 來跟各位做個分享 也希望大家 喜歡操作金融股的 今天能夠有比較大的收穫 下一題 好董哥 台積電後天就要法說了 董哥你怎麼看 相關的概念股還有機會嗎 我問一句話就好 不用問我怎麼看 台積電的營收又創歷史新高了 因為需求 因為漲價 那現在是漲價嘛 那你覺得他法說怎麼看 我就問你 小編你覺得 各位觀眾我就問你 他法說怎麼看 沒有人會看壞的 一定看好的 所以問我怎麼看這廢話 一定是看好 一定是看好 好到什麼程度 除非你是劉德英 不然你不知道 合理吧 我已經進了分析的職責 一定是看好的 但是好到什麼程度 那等公司講 如果公司都不用講 如果公司不講 我們都知道那就不用開法說會了 法說會就是要開給法人的 來告訴大家 未來我今年的展望怎樣 合理吧 合理 只有一件事情最可以確定 那就是台積電 你是不是看到一大堆要到哪 蓋場到高雄 到中科 美國 一堆地方要蓋場 對不對 所以唯一可以確定一件事情 也不用老闆講的 就是資本支出會大增 那有沒有問題 這幾乎是可以確定的答案 他公布的資本支出一定大增的啦 不然他蓋那麼多廠 怎麼可能資本支出不大增 你知道為什麼 所以營收第一個 營收沒太大問題 所以大家會聚焦在他先進製程的掌握到哪個地方 那你主要客戶的單子怎樣 塞車的 今天晶片方塞車的情況怎樣 然後再來 就是你資本支出的部分也會是重點 那預期 老闆的看嘛就是一定是繼續往上的啦 成長的態度很驚人 台積電的重點大概就只有幾個 那你說詳細更細節的那當然是公司來講 但我認為一個可以參考就是外資的動作 因為過去跟大家講過 台積電跟誰連動度高 外資嘛 你今天如果外資願意在法縮前 站在買方 當然就認同 就會認同他法縮開得出來的內容會比較漂亮嘛 如果外資在法縮前都賣 都一直賣 代表什麼 外資可能不太看好法縮嘛 那這個時候如果法縮利益都很好 才會吸引這個外資在法縮會怎樣 認錯回補嘛 你有沒有聽過這句話 有 認錯嘛 好 所以我認為啦 我認為 台積電 能不能因為 外資 能不能因為法縮這個事情 繼續往上去攻 甚至去解救前面六七九T的學長 法縮 結束 隔天 外資能不能按讚 這很重要 我今天在這邊講半天說 哇台積電超棒超熱 外資如果那一天是大賣超 我跟你講 那已經跌翻了 那導航看再好都沒用 你這樣能做我幾嗎 我先跟你講了 基本面不用擔心 營收繼續創新高 資本支出也是創高 就是這樣 產業一定看好 公司一定看好 那接下來就創外資的台獨 所以你緊盯 你喜歡台積電的 你緊盯外資就好 那更何況 台積電這幾天連十日均線沒跌破 他一樣維持在一個強勢的多頭格局 你聽得懂我意思嗎 所以觀察外資在法縮前後的動作 我認為 台積電最重要的一個 你要觀察台積電最重要就是看外資而已 也不用講其他的了 懂嗎 好 那 其他的概念股 我剛才說資本支出創新高 大家會提早去卡位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發現台積電的相關概念股 到這幾天都還蠻強勢的 你要先了解這一天的貴買是往下大跌 可是你看 萬論是到昨天來衝下短線新高 萬論是我們之前有跟大家開牌過 推薦會員買進的股票 持股會員買進的股票 這個就不要再贅述了啦 從這裡到這裡就一路沿著十字均線往上 因為誰在買 同信 對吧 那先前我們在這個節目上也解過萬論了 我們說萬論前面有個前波高點 那請問是誰的力量讓他來突破這個前波高點 偶信 所以現在他的位置剛好十字均線在這個地方 因為是頭戲買錯的股票 所以看十字均線 剛好前高位置在這個地方 所以說這個地方關不關鍵 關鍵 要是跌破代表他突破失敗 甚至是假突破 那你跌破十字均線就sayonana 那如果可以守住的話 就維持多方趨勢 這樣可以嗎 上一次先突破的是誰 凡宣 反正也是之前我們推薦會員買進的持股 那他能夠突破 突破之後 誰進來買 投信 投信買錯股票看哪一條均線 十字均線 你看他最近是不是是年的十字均線 我之前就告訴過大家了 在上次上上 好幾次之前 我們在解台積電概念股這個部分 我們就告訴大家了 台積電概念股的短線都看爆大量的地點 那波段都看十字均線 基本上他就打出十字均線嘛 所以接下來重點是看十字均線 因為十字均線跟這個前高 也很靠近了嘛 跟萬路的心態蠻像的 那如果我們把 凡宣跟萬路的短線的K棒再打出來給大家 我們上次一直跟大家談到設備股喔 這些設備股能夠強勢的原因 當時啦 在當時能夠強勢的原因 就是因為成交量不斷的爆出來嘛 可是你可以發現 最近為什麼他們比較弱比較震盪 因為成交量怎樣 回縮 縮掉了 我們講有量才有 潛水 難怪他們在修正 那這個量大量 這一波大量 一萬五千兩天的高一點 大概這個位置 有突破嗎 還沒 所以要突破才能夠 成功換手 凡宣啊 爆大量位置在這啊 超過四萬張啊 爆完大量之後 請問你看這個量 這什麼量 沒有了啊 這位上漲過程連續兩天爆量 全部縮下去了 股價有沒有動 不動 所以還是那句話 強勢股要有量 才有價 大漲上去之後 你看這個喔 這是波段最大量的地點喔 缺口 隔天就怎樣 碰地 高檔爆大量把低點跌破 缺口跌破 那不就是那四個字 雄多吉少 有沒有開始修正 就開始整理嗎 為什麼沒有 馬上蹦 因為它卡住一個十字均線啊 因為它卡了一個台積電的 馬縮 大家會期待 所以有買盤嗎 這個卡在這裡嘛 但是你還是要觀察這個附近 就十字均線附近的低點嘛 今天剛好打到十字均線附近嘛 你就要觀察這附近的低點嘛 因為它剛好做一個 橫盤嘛 星雲 這個當時喔 今天那是爆出波段最大量 但是在當下 在今天以前 這個是波段最大量 這根才是 高點在這 低點在這 它是不是低點也跌破了 就開始盤整修正 反彈上來 為什麼今天沒辦法大漲開高走低 因為爆大量的高點有沒有突破 沒有 沒突破有換手成功嗎 沒有 那星雲接下來看哪裡 支撐看哪裡 十字均線 今天爆大量的低點在這個位置 剛好就在十字均線 所以對它來說 如果這個大量低點失守 是不是代表十字均線也 失守 日陽 波段最大量在哪一根 高點有沒有突破 沒有 都沒有站上 我們說要站上 就沒有成功換手了 低點 上禮拜五跌破了沒有 跌破了 它原本手速低點有反彈 就跌破了 跌破代表轉弱 同時十字均線又在低點的附近 十字均線也跌破了 強勢的設備股要看 十字均線波段 那它今天就在往下殺了 你覺得爆大量的高低點重不重要 重要 日陽現在已經殺到越均線附近了 你如果對它還有期待 它什麼時候會重新轉強 就是要把雙面的五日跟十日 還有二十日 就這些三條短均線 全部都站回去 你要重新形成一個什麼 三陽開探 如果有反彈 因為來到距離均線了 如果有反彈 站不上短期均線 那你還是要注意 那還沒有犯多 一定要站回 一定要把三條通通站上 看完設備股的部分 來看台積電的上下有供應鏈 中砂 這個形態 跟現在這個日陽的形態差不多 都是跌破了十字均線 但是來到越均線支撐附近 那這個時候你想要期待它反彈 反彈要走得遠一點 你就要期待它把上面的五日十日也通通站上去 就跟日陽一模一樣 這樣會看嗎 那如果我們來看量的部分 中砂這一天爆出波段大量超過六萬張 請問隔天發生什麼事 跌破 大量低點跌破了嘛 然後就一路跌了嘛 然後你看下面這個量不見了嘛 你還記不記得前一陣子我們用這個量滾量來跟你做 分析介紹有沒有 有 你說量滾量所以它那麼強嘛 當時還有一檔股票叫連結啊 你看現在這個量不見 連結量也沒有 所以他們全部又回檔了啊 這樣你知道量的重要性了嗎 光照 爆了一個波大量就一根 就一根 就沒有了 量就沒有了 隔兩天大量低點就跌破 請問這不是轉弱不然是什麼 他們跟中砂還有跟日陽不一樣是 日陽剛好已經稍微微幅跌破 中砂還沒有 光照這邊是直接已經跌破越境線了 對 那這種股票你就是要再等它重新站回越境線嘛 你要再重新站回所有境線嘛 它不只這樣我跟你講 你有沒有發現這個量很大 有 它就算站回了所有的均線之後 它這裡面也會面臨很大的壓力啊 也會很辛苦啊 你需要一點耐心 這一檔也是啊 加登啊 這邊是爆了波大量 高點沒過 低點這一天都跌破 低一點都跌破 難怪它會跌破越境線 然後就殺下去了 量在這邊 出來全部沒量 股價就往下跌了 所以這個地方 你要期待它真正的翻多 你除了再看它重回 站上這些所有的均線之外 重回越均線之外 這個錢高這邊大量這個位置要不要過 要 如果過不去這邊是不是一個壓力區 就這樣 它業界的個股就是這樣 你可以發現 雖然已經要法縮了 雖然資本支出老王預期或媒體市場上預期都是創新高的 資本支出率提高 問你是概念股是不是開始出現不一樣的強弱反應 你懂嗎 那我認為這些比較強的 比較強的概念股 萬論繁線這一種的 或是軒圓這一種的 你要留意 你要留意 它震盪的過程如果跌破十字均線就轉弱了 這時候可能等不到台積電法縮會的利多 他們可能就先轉弱了 你就不要傻傻的說 一定要等到台積電 我一定要持股續爆等到台積電法縮會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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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是要盯著十字均線盯著大量利點 如果再把台積電的利多公佈 這後的利多公佈之前就已經跌破了 你就要先跑一趟了 你不要傻傻的以為台積電的利多一定會反應出來 設備股的利多 你現在懂嗎 那如果在台積電法縮之前他們都可以守住 十字均線有守住 大量利點有守住 越均線有守住 OK你報沒關係 但我個人認為 如果台積電的法縮真的有釋出這種資本之初 大增的利多 你要注意 隔天禮拜五 如果這些設備股和相關的供應鏈有大漲 那應該就是這一波從兩個禮拜前 設備股啊 相關的供應鏈 從這個台中那時候中科所有傳言說要蓋場那時候開始 是不是利多大漲 這兩三個禮拜的波段 應該就告一段落了 我講得很清楚 所以你自己懂 我的意思就是 當你看到報紙打開來 台積電法說資本支出大增 那個時候 對設備股來說 短線如果衝出去 那是賣點 不是買點 我這樣講得很清楚 有沒有 很清楚 方向很明確 好 下一題 好董哥 昨天還很強勢的防疫概念股 今天瞬間大跌重挫 疫情不算很嚴重嗎 很嚴重啊 但大家可能突然想一下說 我家還有一大堆的口罩還沒用 好像還不用去買 我家好像還有一些康納口罩還沒用 我家麻寶清潔劑可能還很多 還貨很夠 然後大家想 那為什麼要長 好像沒那麼需要 但是開玩笑 主要是他們短線也長很多了 到了今天早上他還創新高 短線就一根兩根 然後今天早上快2.5根了 長多回檔一下很合理吧 總是沒有股票一路長的 重點來了 你現在觀察重點是 趨勢會延續嗎 我們上禮拜五談到防疫概念股這一波 你看防疫概念股昨天是不是又大漲 我們上次談到防疫概念股這一波 從上禮拜可能禮拜二禮拜三就開始漲了 漲了好幾天有沒有 這邊是不是開始起漲了 為什麼可以漲這麼多天的原因 我們上禮拜怎麼跟大家講的 因為有量 因為跟上次突然爆一根量就不見 這種是爆一根量就不見了 對 爆一根量就不見了有沒有 以前的防疫概念股就是這樣 可是這一波明顯是一直在滾上去 我們上禮拜我剛好跟大家講到這個重點 所以接下來觀察重點是 那接下來防疫概念股還要不要有量 要 如果量就像剛才那樣沒有了沒有了 那防疫概念股我跟你講 就算疫情 我們很不希望 我先講我們很不希望看到疫情嚴重 欸你看小編 今天戴口罩了吧 今天一堆電視節目全部戴口罩了吧 因為我們政府規定錄影 有來賓的話要戴口罩對不對 沒錯 欸我先行者欸 上禮拜還沒有人說要戴 我已經戴了 沒錯 因為我們有自我防護的意識 我們要保護 我們有保護大家的意識嘛 你懂嗎 這樣子我們疫情才可以控制下來 大家過年才可以過嘛 不然疫情一直上下去大家不用過年了 真的 難得長假對不對 一整年受到股市這樣荼毒 我都不知道老 多了幾根白頭髮了 老頭很老很多了你知道嗎 難得九天不要剝奪好嗎 所以大家疫情控制下來 還有兩個禮拜控制下來 所以我的意思是 如果你說後面如果疫情繼續嚴重很嚴重 要是它沒有量 那我跟你講你覺得它吵起來嗎 吵不起來 那今天像小編講 今天好像 今天好像來到台北市了 疫情好像來到台北市 是高雄的 照理說比較嚴重 我手機也長黑 所以疫情當然是跟這些防疫概念股關係 但是你要知道我們現在口罩很充足 清潔劑很充足 所以如果你要說防疫概念股 因為缺口罩缺清潔劑所以大漲 這個題材是不管用的 那你就只能把希望看在有沒有人去炒 那有沒有人去炒是不是要有量 所以你接下來後續幾天你的觀察重點 如果你還很喜歡防疫概念股的 就是看那個成交量 不要整個縮下去 因為如果縮下去代表沒有人在炒了 懂嗎 懂嗎 很大的今天爆炸量 所以我看到今天爆炸量其實 你不用太恐慌了你知道嗎 爆炸量起碼代表什麼意思 還有人在玩嘛 今天如果殺一根長黑都沒量 你會睡你啦 沒人要玩了 我殺長黑 今天起碼還爆炸量 代表有人賣也有人敢去追 那明天就是很重要的關鍵了 除了明天量不能說 還有一個重要關鍵 明天大量低點能不能破 不行 一破 高檔爆大量又跌破大量低點 四個字 兇多吉少 那防疫概念股 這一波這樣可能就結束了 或是就算沒結束可能就要震盪 因為你看這個量那麼大 它是不是要進行擺盪 所以一定要想辦法守住這個大量低點 那什麼時候你會看到防疫概念股再一次的噴出 大量高點突破換手 爆了一根超大量 換手 那行情一定很猛 這個位置就跟哪裡一樣 這毛寶 長了兩三天 爆了一根長黑帶上引線 爆大量 當時爆大量 你看當時這個量算大吧 當時 大量低點有沒有守住 隔天直接開上去 大量高點再隔天就跳上去 又送你兩根長青板 當時的毛寶 就是現在的恆大 但是恆大你要複製人家毛寶 你的大量低點就不能破 因為人家毛寶有沒有破 沒有 就這樣 大量高點人家毛寶過 所以你也要人過 這樣各位觀眾知道嗎 很簡單 從那一概念股這兩個 這兩集來都跟你講 就看成交量就好 很簡單 什麼都不用多看 就看成交量 那今天毛寶 也是跌停滿 可是他的波段大量在這個位置 也就是說你沒有大量低點可以參考 這根不是大量低點吧 因為當時在晴一天 波段大量 這個時候怎麼辦呢 我們就只能回到短期的股票 你看五日均線 五日均線作為他短期 如果還守住 那OK 他短期搞不好還可以再反彈 甚至再過高 你不過五日均線要短線轉弱 你有的你要撿馬 然後剩下的波段看哪個位置 十日均線 就跟設備股很多也是看十日均線一樣 康納鄉 康納鄉 康納鄉反而是昨天爆了一個波段大量 超過四萬張 那今天跌下來已經把昨天的缺口封閉 代表他高檔爆大量已經跌破了 那到底就凶多吉少了嗎 他就轉弱了 所以你給發現 康納鄉 是昨天爆出波段大量 毛寶是更前一天爆出波段大量 恒大今天才爆出波段大量 所以三檔股票爆出波段大量的時間完全不一樣 你對這三檔股票就要有不同的觀察方法 但你只要記得一個重點 爆大量的低點只要一跌破就是轉弱 五日均線跌破就是轉弱 你一定要做減馬 你可以留一半看十日均線 像這邊有十日均線 這麼波段的 那這三檔股票爆大量的時間都不一樣 但是有個共通點 就是他們要再轉強的時候 就是一定要把爆大量的高點給他怎樣 突破 那就還可以換手成功 那我告訴你 那黃毅概念股就有機會複製前幾天的債貨上漲 關鍵就在爆大量高點要突破 彩貝通 今天爆出波段大量 我們上禮拜有談到他量滾量 結果禮拜一就直接漲停板了 直接底下來很快 沒關係要爆一個大量 加以大龍 量滾量 昨天是不是又大漲 又找停板 爆一根長黑 所以這兩個宅配相關的 都爆出波段大量 你會不會看 今天的高低一點就是 這一波的強弱的判斷 只要今天高點再過 今天長黑根本沒什麼繼續往上漲 但是要是今天大量的低一點跌破 這兩檔就休息了 這一波短線擊掌就結束了 這樣懂嗎 一定要再等到他把大量高點突破 才會再漲 東升 董哥一整集了 我有看到藍圈圈 一整集錄到累了對不對 有看到藍圈圈 東升之前我們有口頭在節目上講過了 有啦 這個已經開牌過 我們這12月23日有推薦會員買進了 那因為他一路都守住十字均線 按照SOP應該都還抱得住 然後就一路漲漲漲漲漲漲漲 漲到這裡來 原本他是法術的利多讓他大漲 原本是法術的利多 我們是12月23日的盤後 推薦持股會員去買進 然後剛好有個法術利多 然後他就噴了 噴完之後呢 現在又剛好有疫期 所以他因為 東升嘛對不對 又是一些網購的嘛 網通的嘛 網購的嘛 因為大家就想說疫情要再宅在家裡了嘛 所以東升昨天掌停板嘛 就是不同的利多集合在一起 然後又往上掌 今天爆了一個波段正大量 你這個爆大量你都會看的 請問這個爆大量你不會看嗎 可以 短線就看今天的爆大量高低點嘛 對 那波段呢 十二軍線 他這一路不就是沿著十二軍線往上走 對 就這樣 OK嗎 好 這個 今天的直播 今天的解盤就到這裡了 非常感謝各位觀眾的收看 我們原本這個禮拜五的解盤節目 因為我們普惠尾牙的關係 所以我們提早到了這禮拜四 播出的時間一樣 八點半 記得各位觀眾要準時鎖定我們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禮拜四再見 拜拜 王以龍老王極苦會投顧於所推薦分析之 特別有價證券 無胡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並自負投資風行 我們很時間快 我們有機會 我們坐下 我們去看一下 那裡 我們坐下 你坐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